人類會不會對一些神秘 而科學又無法解釋的事物 特別有興趣 究竟鬼神之說 是不是存在的呢 逢星期四晚上10點至11點半 主持NQ潘發江師傅 帶大家答通這條 猛鬼頻道 好 又回到第二節 猛鬼頻道時間了 我旁邊有嘉賓阿欣 依然在 在上一節有Facebook直播 這一節就在我們本台 MHK.TV 香港製造網絡電視生活台 那裏都有直播 都是免費的 如果錯過了就看重溫 重溫當然要買 但是可以保持 你可以重溫再重溫 好看 對不對 就38元個月 如果想 任何一套 猛鬼頻道任何一套 即現在五十多集 任何一套都可以追回 另外就是 我們MHK.TV 我們的台可以88元一個月 可以看完我們MHK.TV 全部都是節目的 可以重溫的 可以 800元 一買這個套裝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台上有很多東西看的 真是 哈哈 撐一下 好了 我們說回 上一部分我們說到在商場 或者是那些公仔 那些賣東西零售裡面 都有很多東西 曾經我也不算是我發生的 因為我有朋友做零售 還有我也開過一間店 也是賣女裝 當時 有個伙計跟我說 我買了錢 我回來了 剛才 因為我們那些店 就有那些叮噹 那些東西有人進入 你可以說他不明白的 通常差不多在商場沒有人 他就會響 是的 好像很多人進入 你那個人要計算 心都寒了 總之場就沒有人 是的 有時候我聽到一些鞋聲 嗯嗯嗯 是的 如果一間店鋪 如果不是很大的話 你坐在裡面的櫃頭上 你一眼 你選一間 老闆選一個位置的櫃頭 當然是盲曬了 讓客人盲曬了 請不到那麼多人 你知道我們這些 小本經營 好了 當時 我設定的位置都是這樣 照道理沒有什麼盲點 有一點盲點就是 中間那男 選衣服的 架 那櫃頭就偏這邊的話 就看不到這邊 那些衣服有點遮蓋的 如果一個人坐下就矮了一點 那就未必看得完 是的 但是如果你玻璃門 兩三面玻璃的話 有人下進來都很清楚 還有正常人的高度就算 少少頭髮都看得完 明白嗎 那些衣服好像有人搞的 亂了 對 有人搞的 那間店不太大就看不到亂 但是你看到有人搞的 那些衣服會移動的 一旦彈過去 一旦彈過去就沒有人 是的 那些人都很緊張 或者有時倒下計算 難道有人叮噹進來 然後就走出去 真的 看 即是牆壁這邊當然是用盡它 是的 掛上去 這邊掛上去 中間有藍衣服 兩邊的衣服可以選擇 對嗎 然後跪在這邊 向編這邊的話就對著門口 那這些衣服的話 那你是不是要 裝一下它 那些衣服好像要移動 好像有人選擇 那你是不是立刻走過這邊看 嗯嗯嗯 那它剛才撞下去寫東西 難道就這樣進來嗎 不知道 但是沒有 但如果你走出去也會有衣服 是的 都叮噹 但它已經不時叮噹了 那你這個場面 我又不是吧 我又回到那裡 老闆剛才有些事情 我沒有這些事情的 做法師 我們沒有理由在鋪鐵上 貼滿了附陣的 那我覺得 它或者真的選擇衣服 所以我又沒有想著驅邪 即是當時沒有想著這樣 但我認識一些做鋪鐵的 大型一點的 即是連鎖一點的 譬如說有幾十間分店 那又怎樣 有幾個同事的 看的崗位 如果做一個零售 或者會知道了 望那邊有兩邊門的 但是它那邊有個樓梯級的設計 那邊是木板 走路很響聲 對不對 你明明看到這邊的三架 又是遮蓋著 因為那些 不知為何那些女生矮 那個格高了一級 在那邊陳列 高了一點 那邊是木板一點的 或者特地設計到木板形 門在那邊 比如說剛剛 差不多夜後就來買帳的時候 那些人就回到這邊 商場也沒有什麼人 已經很安靜了 就來拉閘那裡 就是這樣 就是那些三架不停地動 不是動 是感覺到有人行路 因為木板有聲 滑滑滑 因為賣女裝 你聽到高跟鞋的聲音 那些人就說 我不知道他那邊有沒有叮噹 好像也有 因為那邊那個門比較盲點 就說 隨便看 一走過去 一走過去這行業就看 沒有人 但是那些三架自動在動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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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放下了 都揀著 揀著 震著 起碼有三幾架 假動 如果這樣是這麼靜止的 已經沒有人走在一段時間裡 又怎可能 有幾個三個自己動 而剛才聽到那幾下腳步聲 因為夜後 差不多 或者他們那些場 又不聘請那麼多 全時間 有些兼職就去下班 或者只有一兩個全時間 就埋了數 打理了就離開 開始都沒有做生意 準備拘捕 拘捕 或者打掃 或者之類的 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人走 好像是拘捕了一半 即是那邊的 拘捕了一半的話 即是要捐進來 是 你如果是做零售的 除了害怕小偷 然後是不知什麼人進來 是不是 好了 那他馬上走過去看 那些架是動的 沒有風 這樣就不可能 就是這些東西了 你呢 你有沒有這些商場 我都有看過 在店裡 因為我以前就不太知道 剛剛工作的時候 我問 為何 在某些位置 那麼多蠔子 然後 之後我就以為是客人丟了 我就會跟同事說 好像跌了一些 有人跌了錢 通常都沒有人理我 頭一兩次 我就覺得算了 你不理就算了 跌的錢在哪裡 其實是分散在不同的角落 或者在大門口的地毯 如果你說地毯的話 我看過地上有剪刀 在地毯底 裝著剪刀 地毯底 那怎麼走 因為地毯也很厚 其實我發現了這些很多東西的時候 我開頭 因為剛剛出來工作 真的不知道太多這些 我都以為是 有人跌了剪刀 突然屈了地毯底 然後 先說剛才錢的那個 然後再說剪刀 因為發生太多東西 然後剪刀了很多蠔 有些角落 或者在旁邊 然後我其實 為甚麼我經常發現 有人 即是跟一些銷售同事說 為甚麼我經常跟你們說 有錢你們都沒有人理 然後他們說 這些風水東西 你不要管 總之有錢你不要收拾 我說OK 那我不收拾了 我開頭以為是 有客人跌了錢 或者你們不小心 風水東西你說跌多 大致一點 你說 我說 我以為是你們跌了 或者是有客人跌 那我提醒你們 如果就是的話 我就不搞了 我想知道 其實是否有這一方面 那我會看到 豪子都好像說 你說扔錢的東西 我都好像聽過 銷剪更加 銷剪藏在地毯底 是大門口 有一次我發現 為甚麼地上有些東西 我會把銷剪藏在地毯底 然後我問你們是否 然後我揭起地毯的時候 我問你們跌了一把剪刀 然後那些同事就說 你不要搞了 風水 然後我說 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就不靠了 不好意思 剪刀 我就不知道 床的地毯底 因為他們有些人都說 就放在他櫃頭那裏 對著對面那間鋪 他就主要是 就是跟同行在那裏 捏 就要放大剪刀 就是向門口 通常都是對面那間鋪 跟他捏 我想他同一個情況 只不過他放在地毯底 更加厲害 沒有出到三叉八卦而已 這些東西 通常都是有些錢 有些東西放在糖 又說有些小朋友會進來 沒有生意就扔錢出去 這個我也有見過 上公說的 沒有生意就扔錢出去 那怎麼辦 如果你做哪間 扔錢出去 我又 如果知道在哪裡 我就準備去找一個碗 給我扔出來 蠔子也好 很開心 就像那些老夫妻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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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有趣 扔錢出去嗎 扔多少 他們都是在閃閃去 那人們逛逛 哇 怎麼會有老夫妻一樣 小朋友走商場 現在應該挺開心的 如果經常都看到有東西扔出來 我想這個情況不是經常發生的 只不過是扔在自己的店 不是在馬大門口扔 我看到那人的情況就是在角落 或者在自己的門口 然後可能那些通道是比較多客人走 就在那裡再審一些蠔子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有電話進來 喂 操作員是不是有電話進來 Hello 你的聲音 不然是唸不到 什麼 唸不到 唸不到啊 你再唸吧 你打給他 喂 喂 聽到 聽到 你好 剛才同事聯絡過 我剛才聽到 現在聽到啊 阿強是嗎 現在聽到 是啊 聽到啊 很清楚 你好 你好 有嘉賓阿欣在這裡 嗨 嗨 你 今天呢 他好像有很多東西分享 為什麼打來的呢 我先說一下阿強的背景 不要問 沒問題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背景 我只知道 今天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餐廳裡 有一個人說我熟臉口 然後就 叫他打電話來報料 他有很多資料 哈哈 哈哈 是不是這樣啊 是啊 因為我熟口臉 是啊 我很熟口臉 你 然後就 我說是嗎 我為什麼不出聲 然後他就說 潘化江師傅 啊 這樣讓你這樣搞 好吧 那就給一些資料來交一下 你想聽哪方面的 當然是真的 你覺得很真的 那些 哈哈 我覺得 是頭炮來的 你太多故事了 你都要拔一個出來 下次到你上來坐 好 醫院啊 釣魚啊 泰國師傅廣跡的 我都有 你們喜歡哪樣 等等 醫院啊 什麼啊 醫院 醫院 或者我們去釣魚 遇到一些經歷 你喜歡說哪個都行啊 沒所謂 醫院啊 醫院是好的 醫院我最怕 好 那時候我交通意外 那我進了醫院 是 那我就 睡了熟的醫院 做完手術 再回去 那個外科病房 是 那 之前一個 在我隔壁床的病人 那天我出了醫院 走了 那 然後來了一個 年紀很大的 阿伯 阿伯 是啊 隔壁床的阿伯 是啊 那我那層是四樓來的 是 那我看出去 是 直到下面就是小巴站 馬加烈 是 馬加烈 我知道 明白 那一個阿伯開圖 在我北團 不停叫 即是隔壁床 是啊 那我 那時候是沒有吃藥的 沒有吃什麽藥 沒有止痛針 那些東西的 嗯 即是整整情況下 你也知道 是啊 那突然間 那阿伯 是迷迷糊糊糊 那樣 我不知道 你也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麽 是 那 突然間 第一晚也是這樣 第二晚也是這樣 第三晚 突然間晚上他在這裏說 是 他看窗門外面說 他說 外面為什麽有兩個人在西裝 什麽人來的 是 那那個窗口 喂 我心想八叔 外面是站不住人的 那裏是幾樓啊 四樓 怎麼站啊 四樓是站不住人的 是 那之後沒有多久 我是沒有想過 會不會有什麽事發生 很快 轉過頭 那些護士就衝進來 在那裏拉著臉 是 那一刻 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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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阿伯說完之後 外面有兩個人穿西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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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緊不緊張呢 當時 你有沒有馬上瞄 瞄啊 瞄啊 我自己是知道 有些 是怎麽說 嗯 他還沒說 之前我自己是有少少少無管動 知道是有些東西 那我不知道是醫院裏面的東西 還是什麽 是 是 是 我都未必是知醫院的東西 就是現在的 我覺得通常都說那些人 去世前就會見到 有些人接他 或者鬼差之類 是嗎 現在的鬼差已經穿了老西了 去到 去到 我不知道 但是他說就是老西 是 有可能的 現在那些靈異片集 都有可能 鬼差已經穿了西裝很久了 有可能 遲些穿了韓服 是 臨了眉 收眉 那些 會不會呢 我不知道 因為我本身 我自己是 有時是感應到 是 也都會有時突然間 是 戰隊拍票過 很快 打算過 打算過 高工閒歸 公園 都有 哦 我已經說我上班 你上班 做聖行 能否爆發 我做倉 做倉 其實我的同事正在聽 現在的同事正在聽 是 叫他們多點聽 認譽潘先生 以後 逢適你經常聽 他問我 現在還有沒有做節目 就去看這個節目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做了五十多集 因為這個是短的 如果有些長的 那我交通意外 這樣撞車到做手術 那一刻 見到也很多事情 那是醫院 那你講來聽 好嗎 我們聽一聽你 那裡是怎樣 對 因為他剛才 現場 給我看 他的傷口很大的傷勢 其實他當時是甚麼事 是的 我是被車 被24噸撞到 被他24噸撞到 是夾起來 是 因為我有個舅舅是修物中的 OK 先等一會兒阿強 先等一會兒 我跟工作人員說一下 工作人員 是 聽不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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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到 有 那個回音 那個聲浪太大 那個回音 是不是那個聲音 是 我也聽 是 是 是 OK 喂 繼續一強 是 我是3號貨櫃碼頭 是 是 被24噸撞到 嘩 好厲害 即是車頭這樣撞下去 撞下去 撞下去 他退車時 我避不及被他撞到 是上了報紙 不是吞口嗎 是 嘩 然後怎樣 就是馬上倒進廠 是 之後因為我有個舅舅是修物中的 是 是 那 這件事當然是 他和我父母馬上飆為馬加烈 是 是 他在來的途中 我聽到有人叫我 是 然後 那個是我的舅舅 是 是 就是做完手術 之後 他都 就是落花外科病房 是 是 他都有來看我的 嗯 我 今時已經清醒了 嗯 然後我就跟他說 喂 為什麼我去醫院的時候 你會叫我的 即是怎樣 就是聽到他叫我在白車上面 是 就是 他去探病的時候我就問他 為什麼你會叫我 那時候我在白車上面 剛剛去到馬加烈上 剛剛入了急症的手術室 你進不來 嗯 嗯 但是你會叫我 是 是 這麼奇怪 然後他就說 因為 他就跟我說 他自己本身在彈道中引經 他沒有來的 是 他就說 是 沒有我 嘗試下落段經 看看是否能夠來的 嗯 但是你招不到 還真的還沒死 嗯 是啊 是 是 就是這樣嗎 是 哦 那 還有其他釣魚 也會有 好 那 那 可以先下次 留下一次 當然 那 還有些什麼 是 對 或者將來我們看看 你說有幾個地方 不要說 位置就 搞 帶我靈探了幾個地方 今天跟我說 那裏 你要去那裏 走一走 看看能不能進去才行 好 我不敢自己一個走 因為 那途中 不要說位置 是 我晚上 是 是 又會經過金塔 那裏我自己 跟我去過一次 是啊 不要緊 是 不用怕 你跟我去 我們踩了線 才帶人去靈探 很有負責任的 很有負責任的 我 之前做了工夫 因為我不敢自己一個人去 蛤 不敢自己一個人去 我現在告訴你 我不是我和你過去先 他和你一起去 你聽不到嗎 是啊 是啊 好啊 因為那次我和我朋友去 都有少少少經歷 不過我是壞事 不是 你聽到我說 我和你去 到時貪路 聽到嗎 聽到嗎 是啊 那我和你去你都怕 不用怕是吧 哈哈 哈哈哈哈 你想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現在都沒有挑戰我 現在正在做節目 什麼時候 你都做完節目再說 OK 再約 OK的 我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OK 好了 OK 再聯 OK 好 拜拜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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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強呢 都 現場真人的樣子 都挺威武的 是啊 是啊 都挺殺的 是啊 是啊 突然轉過來 喂?你很熟臉啊 是 哇 很熟臉啊 什麼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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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欸 你又搬發高師傅 哇 可能我很熟臉 都以為不知道什麼事 哈哈 然後他就說很多事情要分 然後我就馬上坐進去 你認識我的嗎 我是你的社群網絡 然後按給我看 你看看,你看看你喜歡我的 然後就聊 然後就… 然後就交一下料 挺有趣的 他就立即韜韜不住 就說有些靈探的好去處 對 有機會,阿欣一起去吧 好 走走走走 你怕這些嗎 有些 對,很舒服 對 好了 那我們就製作一個故事 對 聽完阿強說的就是杜阿欣 嗯 我們說一個短短的 是 好嗎 好 屋邨的 即是屋苑的,好嗎 好 屋苑的,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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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屋苑發生的一些靈異故事 嗯 那這個都是… 其實大家都聽過 通你去一個新的樓盤看樓的時候 其實可能一個人本身 如果你很有反應的話 即是代表那間屋 可能跟你不太適合你住 但有些人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可能就是本身那個人 嗯 真的沒有這個… 轉圓體 那這個就是… 有一次我和表姐 就是一起去看樓 是 當時在屯門的某個屋苑 嗯 然後之後 因為她一向都… 剛才也說過 她對這方面的感應都很大 嗯 然後她就叫我陪她去 可能就… 起碼有什麼事 都會有個人在旁邊扶著她 這樣 OK一點嗎 安全一點嗎 對 因為我本身其實… 沒有什麼特別這方面的感應 但那次因為她在我身邊這樣發生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哇原來都很切身 這樣就去到一個屋卷 其實那裡都是… 不是新的屋卷 當然是業主二手樓這樣 是… 然後她就… 其實進去她已經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這間屋這麼多鏡 其實我就算沒有任何的感應 我都會覺得有這麼奇怪 為什麼你一進一間屋四面牆都會有鏡呢 嗯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嗯 然後之後… 到她進去一邊一看的時候 她個人已經是… 我已經覺得… 我問她你沒有閃 其實她的樣子已經是… 臉青青的 有些頭暈這樣 然後我說 你可以看到下去嗎 那… 她說OK的 那就看吧 那誰知道就在那裡… 越流就越久的時候 她個人開始就… 想吐了 然後… 一路看到整間屋的感覺 她說… 很灰灰暗暗 好像很多東西困著她 那樣… 那樣… 令她很不舒服 好像有很多東西看著她 那樣… 那她說她很想吐 她說不如真的走 但是… 整個過程… 我們留在那間屋裡面 是不超過五分鐘 那她就有很大的反應 已經很辛苦了 是…她說… 不舒服到… 可以了… 那就走了 她是要立刻… 在那裡… 可能她真的… 太多這些的感覺 因為… 隨身都會帶著一些藥的 然後… 她就立刻… 立刻… 發燒我嘔吐的症狀… 嗯… 然後… 我們坐下的時候… 我說… 算了… 不如今天真的不要看… 好像整個過程… 我們進去… 到她出來… 是… 不夠五分鐘… 她已經有這麼強大的反應了… 那間屋真的… 很厲害 好像四面鏡… 四面鏡… 周圍鏡… 對… 這個真的很奇怪… 因為上一手的東西… 即是好像… Master Light… 在七洞裡說… 上一手有自戀狂… 是… 是… 沒有來這樣… 我們也夠自戀的… 她比我們更厲害… 是… 這樣怎麼樣… 有些人說… 潘師傅說… 你講話時… 好像不知在哪裡… 是… 如果在餐廳裡跟我講話… 如果我有拍攝鏡… 就一定會看… 對… 你看著我… 我看著你… 在看你後面… 你不要害怕… 是一塊鏡… 對… 她還用四面鏡… 對… 所以真的不知道… 她本身是… 用途… 對… 對… 然後… 隨身攜帶藥物之後… 然後… 她就… 黑了門… 出門… 對… 她就… 沒有再去看… 沒有再去看… 是… 對… 她對屋的反應… 是比較大… 好像… 之前有些… 但她看得好… 就好…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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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就走進去 把頭髮也放進去 自己做了 挺有趣 第二節時間又到了 第三節好像有電話 還有我們也有影片、相片要放 別走開,第三節回來 好 很精彩 不知道是怎樣 我精神貴奶奶,有沒有東西給我擦電 兩天的六年斤 韓國紅心溢光導理 它再用營養成份達至最巔峰的 六年斤紅心濃縮製成 輕便獨立包裝 試開,馬上喝 隨時幫你改善血氣,醒路提神 做事自然有心機 五天裝試飲,都只有一,不夠 馬上到MIHK網店訂回充電 大家好,小弟MC人 記得逢星期四,馬上十時 支持潘師傅 看猛鬼頻道 一路看,一路鏡